除了模仿这边就说 一个是节奏有些地方不太对 还有整个你的气是浮的 所以音准都偏高 从头到尾音准都不是落在实处 而且就感觉像是你没落地你知道吗 一直在天上飞着 就是所以声音的状态的确没有什么颗粒感 没有什么那种穿透力比较差一点 但是我听你刚唱的时候 优点是感情比较充沛 我觉得他的嗓子其实如果说模仿邓丽君的话 其实是大才小运 因为他是个大嗓门 肯定还可以就是唱其他风格的歌 也许也很擅长 你有没有准备这样的歌 让我轻唱几句让我听听 牡丹之歌行吗 可以 啊 牡丹 百花蟲走最新叶 啊 牡丹 走向我的鬼众光 好 谢谢吴先生 啊 牡丹 你突然一下妈妈嫁一跳 就你会唱一首英文歌 然后自认为唱得不错的 有吗 说实在话我觉得你唱的丽君的歌 有点可惜了 因为你的嗓子这么好 有爆发力 其实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唱别的歌 好的 那你可不可以唱忐忑 忘了 很好 我觉得你很有实力 除了不像邓丽君 谁都像 但是并不影响你的成绩 今天展示的非常好 好极了 休息一会儿 咱们待会儿见好吗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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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五